恶魔姐妹花居然非常殘忍的 害死我們一歲的男童 情節令人髮指 把小孩的四顆牙齒拔掉 指甲一個一個把它拔光 全身都是瘀傷 折一半塞到水桶裡面 怎麼會有這麼恐怖 殘忍的恶魔 他姓劉 照片被搜出來要馬賽克 大家都很生氣 憑什麼馬賽克 就要曝光 名字都要出來 他從2022年就開始登記 那他自稱跟兒福聯盟 有一次的合作 那他在去年的九月一號 開始收養這個凱凱 不到四個月的時間 凱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號 就往生了 然後他非常假面 把自己扮成假面天使 臉書上面還放了 小男童的照片 看起來非常喜歡照顧小朋友 甚至還有一些 小動物的這些照片 感覺就是一個善良的小天使 一般一樣 然後甚至反費史裡面 還有一個很諷刺的 他說只要有講到這個殺兒童 沒有死刑的 他就說憤怒 支持殺害兒童唯一死刑 好 就從他自己開始 從他自己開始 那現在包括他的外甥女 也被漏搜出來 說他選過議員 創造了動保黨 這也很諷刺 你連小朋友一歲生命 你都保不住了 你要保住什麼動物 那是台大社工系出來的 他的這個外甥女 那他的父親 這個劉女的丈夫 是海陸的士官長 聽說名下擁有一艘海吊船 我呼籲我們檢警 趕快把他做相關的這些扣腰 免得他這個又離婚又脫產 然後劉女的妹妹 曾經在這個節目裡面 還跟北投一家很有名的 湯圓 湯圓店 明店有這個活動的合照 不過湯圓店趕快出來緊急說 不不不 他已經跟我們沒有關係 所以網路上有人盛傳說 他們是不是之前本來有關係 後來結束的那一段關係 那失戀的保母劉女 現在就講出來說 他一切都是為了孫中山 不是我們五權憲法 也不是三民主義 是為了一百塊 新台幣一百塊 那很奇怪 我們通常都是講小朋友 他講孫中山 他說這個小朋友沒有爸媽 沒有人巴結 看到他就想揍他 如果不是為了一個月領三萬塊 才不想照顧他 然後現在還有人揭發出來說 他另外兩個 他同時照顧另外兩個小朋友 然後對他們呵護備治 然後對這個是虐待有加 這非常奇怪 然後從九月一號開始照顧他 九月 十月 十月 十一月 三個月都有仿飾 那現在傳出來造假 為什麼呢 他去仿飾的時候 回廠照片給外婆 頭 額頭一大片 頭髮也掉了 然後還有瘀傷 那社工去看了說 因為當時照顧他的保母 跟他說那是胎記 胎記你也信 然後頭髮都剝弱了 你沒有注意到嗎 還有他的神情不會注意嗎 然後他說我們總不能去仿飾 是他的時候叫小孩子全身脫光光吧 小孩子會害怕 然後現在查出來越來越多了 他的那一對話裡面 人家希望他交出來 你有去訪查的照片 沒有想到他丟出來的 這一些照片 是人家前一個保母 他家庭裡面PO出來說 為什麼小孩變這個樣子 相關人提出的質疑 你倒果圍一你到底有沒有去 你怎麼會PO別人的照片呢 然後而且那個前私人保母 其實是想要收養 後來是被拒絕說他資格不符 但來不及了 人都走了 請教評哥 我覺得這個事情真的看得讓人家 非常的痛心跟難過 而且覺得不知道這是什麼心態 為什麼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如果你這麼不喜歡這個小孩子 你就不要養 就說我沒有辦法照顧他 換別人來照顧就好了 你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做 然後你說他是為了錢嗎 我也覺得有點奇怪 他自己說是為了孫中山 可是他老公都養得起海吊船 海吊船的人會缺這三萬塊 海吊船很難 很貴嗎 海吊船你光是要維護 你船出去光有錢就多少錢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這個讓人家覺得有點匪夷所思 這到底是不是他脫罪的一種藉口 因為我現在比較擔心到時候 他們用比如說精神狀況 或什麼樣的東西 來去幫他脫罪 那會不會造成這樣一個狀況 我不曉得 所以這整個案子很多細節 都還需要去查證 到底第一個 這個你們當初兒福聯盟 到底為什麼要把他偷給他 什麼理由 你們的評鑑評估的過程是什麼 然後再來你們的仿視員 每個月去仿視一次 這個小孩子一直在遭受靈略 我想仿視員第一個 要受過基本訓練 第二個 老實說這個小孩子 所遭受到的傷害 不要說仿視員 我們一般人都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你看不出來 這個很離譜 連他們家的外傭都受不了了 就趕快偷偷把他拍照錄影下來 然後你身為仿視員 你完全都不知道 然後人家叫你拿照片 你也拿不出來 你到底有沒有去仿視 還是你們這些仿視員也是一樣 只是為了孫中山 就隨便簽到一下 隨便糊弄一下就算了 打個電話問一下就沒事了 然後現在藉口說是 一定要把衣服脫下來 才看得到傷痕 他遍體淋傷 遍體淋傷這種東西 你還需要把衣服脫下 才看得見嗎 而且仿視員不是應該 你就算沒有看到傷痕 你不是還要問小孩子一些狀況 從這些口風或是這些互動 去查看 這個小孩子是不是懼怕這個保母 是不是跟這個保母之間 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這些不是都是仿視 難道你仿視只是看 沒有打他就走了嗎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的問題 實在是太多了 我覺得我們在國外聽到的例子 他只要看到你有任何傷口 他立刻隔離 只要查清楚為止 而且立刻通報 我們怎麼可能說胎記 好 我接受我相信 這個根本鬼扯 胎記不是胎記 你看不出來 而且你之前不就看過他嗎 你之前看過他胎記 會突然長出來了 有這種胎記嗎 他現在還有一個部分 因為他說他四顆牙齒 是他磨牙磨到掉下去 但是他回傳回報的時候 完全沒有牙槍照 社工也相信 這個小孩子才多大 磨牙才三個月的時間 可以把牙齒磨掉 你那是什麼牙 所以這一整個就是推脫之詞 我認為兒福聯盟本身 已經在制度上發生嚴重的問題 他們需要內部需要徹底檢討 然後本來有一個 很喜歡他的一個保母 要收他 對 你說私人保母要收他 你說資格不符 其實我覺得愛心才是重點 跟小孩子的互動才是重點 資格不符是不是應該要去研究 怎麼樣讓他去符合這個資格 而不是好 你的資格不符 然後我隨便找一個硬塞過去 然後照人間弄慘劇 所以我覺得 我們所謂的社會安全網 大家不要忘記 這已經是在我們的社會安全網裡頭了 現在不是什麼突然之間 隨機殺人 砍人事件 我們自己的網內都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那更不要說往外你根本管不到的地方 所以這件事情如果不徹底檢討 這種類似的事件一定會一而再 再而三發生 俄福聯盟現在是千夫所指 大家開始搜出來 他們下午開記者會林志佳 過往他在立法院是當秘書長 也是台聯的前秘書長 他現在出現是在俄福聯盟裡面 當董事長 他就帶了他們這些同仁 他講一句話 他希望同仁要勇敢的去面對司法 這句話聽起來講得好像很漂亮 可是其實是一刀兩千 變成是同仁的問題 然後網友也搜出來說 他們的總資產高達四十五億 九千萬元 二零一九年還有一個爭議事件 是他們花了三點七億元 在我們公司附近瑞光路 整個一整層的辦公室 需要這麼豪奢 這麼高檔的一個地段嗎 然後照片看起來 大家去拍他們辦公室 也非常非常寬敞 非常非常大 那現在網路上有一些人討論 有民眾就想說 俄福聯盟底下大概有四百多名員工 但要照顧全國小朋友 其實是非常吃緊 而且他們高風險 然後待遇大概月薪 不會超過五萬 三四萬就相當不錯 但其實怪也知道 這個蔡英文在一百一十年的時候 當時還出來講說蔡政府 蔡英文最照顧社工了 帶頭幫他們加薪 加到二零二零年的時候 中位數全職的社工 中位數來到四萬兩千五百塊錢 中位數是什麼 就所有人最中間的那個薪水 是四萬多 等於說比四萬多的人好很多 這是中位數 那怎麼跟民眾講的 又是一樣嗎 感覺好像又有點不太一樣 趁剛剛拍過一個影片 去挑戰保母證照 但現在傳出來說合格的保母 其實不一定要有證照 你受過訓練 有結訓的這些證書就可以用 然後獲得登記證之後 還可以一用 就用了六年 那我們社會有發生很多的狀況 這要請教榮介兄 榮介兄現在在司法委員會 我們相關的罰則重不重 這個不重就是說 最大二極莫此為勝 那有人跟我講說 應該要把這個孽嬰致死 要判唯一死刑 當然唯一死刑是比較 就是說對於孽嬰 因為嬰兒是我們人類跟動物一樣 新生的嬰兒就是你的最大希望 國家也一樣 家庭也一樣 一個小孩坐我 七座八八九發握 九個月發握 你說他現在一會半 嘴氣沒了 最離譜 所以這個加重其刑 我們在司法委員會 我也會找同仁 榮介兄 因為可能有一些觀眾 不知道虐待兒童致死 如果確定的話刑責是多少 現在一般的刑責 現在你並沒有加重 正常是十年以下 不會十年以上 以上 不會十年以上 現在是這樣 你說林志佳 因為以前你知道他出道的時候 就是在兒府 他那個時候叫做孩子王好好玩 他還沒有從政之前就在兒府 就是那個時候在從政的時候 後來是王玉民 你可能沒有捐過款 我大概二十幾年前我也都有捐款 後來我第一次參選的時候 我也是找兒府 他們有協尋失蹤兒童 所以我把所有的文宣 上面都會加上失蹤兒童的照片 如果你拿到 當時我們對他滿認同的 所以就會捐款 那你這一次搞到這樣子 你說社工 你沒有愛心 我跟你講你去當社工會很苦 一般社工就是你要有同理心 你去仿視一個嬰兒 不是你用看的 你起碼你會給他砰一下 那種孩子我跟你講 遍體淋傷你碰到就會痛 人家穿開也悲傷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你碰到他 他就哇哇叫了 你根本哪有可能 上到那嚴重 你去看看看看說 你聽那個年末說 不然很正常的 怎麼突然 這個是有一點實質 最主要是聯盟的三次記者會 講的都不一樣 那當然你也不要怪我 用小人之心 杜金子之父 我認為你們就是在 袒護這個保母 幫他脫罪 或者說你想要撇清關係 你怎麼會變這樣 是你把孩子送過去的 你挑的 那你今天搞到最後 就一點承擔都沒有 一點承擔都沒有 我現在你我們挑出那個保母 有什麼關係什麼關係 我現在也懷疑你兒福裡面 是不是有人是跟保母有關係的 或者為什麼會這樣子 所以整個看出來 這是一個悲劇 那當然我們討論完了也會過去 所以我明天我會跟吳宗憲講 就這個個案 那我們要看成同案 因為不是只有他 有很多的孩子在爸爸媽媽 為什麼很多人找保母 我是沒辦法 我就把你裝監視器 那為什麼找人來照顧家裡的長輩 也要裝監視器 所以針對這個我們要好好研究 尤其是這種孽陰致死的這種行度 我們要想辦法來調整一下 真的要拜託龍介在立法院幫我們多發揮 賓哥再繼續想教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校園問題很大 前陣子新北鬧很大的國中生的歌警案 今天有個最新消息 說行凶的乾哥跟乾妹 因為他未成年 那根據我們相關法規 這個月他們就可以出來了 然後這個死者的爸媽 當然是絕對不能接受 他說有四個訴求 其中有一個 這些年輕人有問題的話 不要再讓他們是零紀錄了 不要塗銷紀錄 好歹讓周邊的人知道他們的狀況 那昨天文山隧道裡面出現車禍 康安喬中學總共有26位的學生 直接車 打滾 打轉 然後再翻 好險這些孩子乖 全部每一個都有綁安全帶 最後面從這個逃生窗逃出來 所以沒有重傷也沒有死亡 不過也有網友講說 同一時間發生事前 蔣萬元去看他們 怎麼不去看一歲女童 不過後來蔣萬元有相關的 提出一些改革 不過民眾顯然怒氣非常大 請教兵哥 我想民眾會憤怒是很自然的 因為台灣的司法 感覺上好像都在 重放這些殺人兇手 對這些人好像 我們這些受害者倒楣 然後你敢去做的 敢殺人的 反而好像比較輕鬆 像這個我們的少殿事件處理法 確實是這樣規定 所以如果沒有意外 他是真的可以出來 只是說他可能另外用保護管束 或其他的方式 但是問題是受害父親 這四個訴求我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我也必須很誠實的 跟這位爸爸說 恐怕不太可能 又擔心會歧視 對 一定是這樣 你說廢除少年塗銷紀錄 一定會有那些兒童團體 出來跟你抗議 就是這樣子 說他們只不過是少年 只不過犯了一點錯 他不能有比例上的拿捏嗎 譬如說已經這麼嚴重 會割喉的 總是要讓人家知道吧 我們這個國家 連在班級上 直接拿斧頭把老師砍死的人 都可以去當228紀念館館長 你說 你覺得他們會在乎這種事情嗎 那這些中介學校也許可能 但是我覺得以現在教育制度來講 機會也不大 因為我們大概沒有這樣的量能 那我們現在就是 我們所有的法 我們所有的法的走向 都是先去保護行凶者 先這樣 然後行有餘力 再來保護我們一般的受害人 這個是我們法治 最奇怪的一點 至於這個文山 隧道這個車禍 這真的不信中的大信 都翻車了 居然就是大部分都只是輕傷而已 所以我覺得這已經算運氣不錯 可是你說何友宇跟蔣萬安都跑去看 這個也是很自然的 那當然很多人就說 是不是因為他是康橋中學 有人會在想 貴族學校 因為是家裡有錢的人比較多 是不是因為這樣 我個人是認為不是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大的一個事故 一下子翻車了 任何一個學校翻車 我相信市長都會去看 因為你不去看一定會被罵 去也被罵 不去也被罵 但是問題是 大家因為剛好現在遇到這個凱開的事情 所以就會兩相比照就會覺得說 你那個凱開的事情 你為什麼沒有去關注 為什麼你只關注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是人的一種心態投射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 凱開這個事情是去年12月發生 連靈堂都沒了 不是現在發生的 所以大家時序上可能有點搞混 不過有事情大家很關心 就是我們的食安問題 現在越報越多 到處都是蘇丹宏 好事多本來大家想說 他一定沒有問題 連他有個這樣都出狀況 673公斤還好 沒有流入世面 那包括大家一直討論的 高雄精湛的負責人李彥廷 這個真的是太離譜了 交保之後人就不見了 後來在他前妻的住宿裡面逮到人 意外發現說他跟他老婆 本來好好的 怎麼突然間事發之後火速的離婚 這有沒有脫產的問題 我就要趕快去查 然後還有包括我們昨天講到 亞都立志的飯店 還有連國軍 現在國防部也中招了 這不意外國防部用的東西這麼多 怎麼可能現在才出招 搞不好之前就有了 邱國正都說我們還可以控制 還可以追回來 另外一個大家會關心的是黃捷 這個部分我們等一下討論 先請教隆介兄 隆介兄怎麼看這個蘇丹宏的事情 這個辣的 沙茶醬 胡椒粉 這都是我的最愛 我每天吃 吃到現在 你要看當時台中發生西部特樓 是我們在討論 那個時候他們講什麼 要給台坦15天的生富期 而且在討論那幾天 一個多禮拜剛好就驗到蘇丹宏 那整個你看 如果當時政府的態度 對台中市政府如果說這是對的 那我們另外再查 生富另外再查 那就沒有了 那你等於讓所有縣市好像說 我應該要給被驗出的人 15天的生富期 我們又多吃了15天 我們多吃15天 我今天就請教委院長 他說這樣不能用這樣比 當時就很巧合 不就同一件事情 為什麼不能比 就同巧合 很巧合 就剛好有時間前後 剛好就接著蘇丹宏出現 那最後我說你看 最後你行政院的報告出來 也沒有確認是實驗室污染 所以當時表示台中市政府的做法 沒有錯 對不對 那我們也沒有說要台坦關掉 或說要台坦怎麼樣 如果是有這些事 但這些事實就是應該公佈 可是當時因為你又配合 民進黨的委員 這個應該給台坦什麼 台坦虧損這樣 又怎麼樣怎麼樣 弄得好像應該要給被驗到的 這個單位15天的期限 不是嗎 結果蘇丹宏你看那時候發生 有的都 我們現在 國民黨執政的縣市在進的時候 民進黨還不跟進 陳其邁為什麼民調不錯 我告訴你 因為他知道 縣市首長 地方官就對了 你不積極 不強力的捍衛食安 你包圍的 所以他做的就比較嚴 追 好 那來了 砍頭的生意有人做 虧錢的生意沒人做 喝坦他跟什麼一樣 他一個地址申請了七家公司 另外一個地址又申請了三四家 都他們這些人 都他們工人口罩的 都他們的坦就對了 因為好坦嘛 而且以前就發生過 他就有用 看用不用 自己想 他跟著民進黨 新潮流不是有一家 雲爆很好賺 他又成立了18家 繼續賺 他也一樣 一家買 越來越好賺 然後你累積多 課稅多 還有分了七八家 全部統統在做這個蘇丹宏的 添加坪的進口 那問題他們現在又要轉移了 說這都是大陸給我們害的 是我們台灣人去那裡 我跟你講 2005年大陸為了這個蘇丹宏進口 他強力查去他的進口食品 他也是這樣 跟我們一樣 這以前我用過 以前我在做塑膠的時候 他在捏那個大紅的很漂亮 但那是不能讓人借 你聽說 我現在這句你聽一個 頭偷說 晚上睡都會煩惱 你知道嗎 我吃很多了 不要煩惱 一定掉的 隨便吃都會中 那剛剛講到有關反中 仇中 抹紅 這些事情 黃傑 黃傑過去 他的這些人的特質 他是最討厭人家歧視的 就他現在當了立委 帶頭先歧視這一些陸配 他說陸配以後如果要定居台灣 要陸籍 很簡單 別的外配都不要 陸配就要 這樣算不算歧視 因為你有區別化了 你特別只有針對他 就是他陸籍要宣誓 要放棄以前在中國大陸的公民資格 基本權利義務 同時承諾為台灣捍衛自由什麼 後半段也覺得沒問題 前半段要放棄 然後他一定要學會 我們這邊的語言 基本的能力 那是不是以後要有鑑定能力 要考試才能夠陸籍這樣子 他說陸配的權利比外配多 陸配只需要六個程序 外配有九個程序 他跟你講程序 不是講時間 然後邱塞昌講得更妙說 陸配跟外配兩邊基礎不一樣 要再分析由立法院來做決定 李又昌直接講說黃捷這個主張很棒 很多人會很支持他 可是大家都說這就歧視 而且不合乎憲法 這請教倫介兄 這個黃委員當然他太有針對性 因為兩岸在這麼緊張的過程 我一直不願意去挑這種 比較敏感的話題 你看今夏事件我們在這邊評論 我們一直都不想 乘茶天灰燈火上加油 因為大家都不相信 國安部長為什麼說他睡不著覺 那你不要以為你挑這個沒事 你當你挑起了民主主義的時候 那就會有危機 你不要說不會擦槍走火 所以國安局長就出來講 我們很安全的 國安部長為什麼會睡不著 你知道2022年2月24 俄羅斯開打的前一天2月23 責任司機說烏克蘭很安全的 我們跟歐斯不可能打了 隔天就打 所以這種歧視性的 你不要兩套標準 人家說你怎麼樣 你就說別人是歧視 那你現在用這種 而且他們一直在講健保 很理解 我跟你講健保 各位健保我們真正付出最多的是長輩 你二三十歲結婚的 你會用到健保 你腳亂健保 我跟你講你一年搞不好 連感冒都不會有一次 所以年輕人他怎麼會浪費我們的健保 而且他們的長輩來醫生 是不能享用健保的 為什麼要這樣抹黑 然後用不死的訊息 那你NCC也不打炸 你政府也不出來講說這是假消息 所以我因為我在立法院還沒有碰到過黃委員 大會的時候有看過 就那一天他要來搶麥克風 我跟他還算有庶面資源 不過年輕朋友要出頭沒有關係 但是你要搶焦點也合理 那有時候牽扯到兩岸 尤其是現在兩岸正在處理 今下這個問題的時候 藍綠都一樣 不要挑起無端的這一些針對性的 尤其是牽扯到歧視性的話題 兩岸到底有沒有兵兵站尾 今天大渡山 以前我們是中部人 大渡山都是看夜景最佳的地方 大渡山同時也有很多部隊在上面 有飛彈 要不能講太多 但是現在有出現一個狀況 有人空拍Google Earth的這個照片 一看不得了 這個宮山天宮山形的這個陣地 非常華麗 有七個角像扇形這樣子 其中有七座宮山的飛彈車 從這一些照片裡面看得也很清楚 但其也怪哉 這一些過往不是應該要馬賽克 怎麼會拍得這麼清楚 是不是要趕快跟Google來反映一下 另外有個獨家的新聞 蔡政府花了兩千四百億元 要打造抗中的飛彈 但現在被發現有一個很諷刺的 你要抗中 你要打中國 結果你其中用的固態的燃料 叫做過濾酸胺的 居然來自中國的軍工業製造的 照片上這個湖北東方化工 然後爆料的人說 這個事情被爆料之後 沒想到我們中科院居然要求 要低調的來處理 不要讓大家知道 不要張揚 那只有要求廠商要換貨 沒有依法的求償 中科院的回復 非常的有高度的文字藝術 他說我們禁止用中製品 沒有使用過濾酸胺酸為關鍵的原料 我的解讀就是你有用 但是在我的解讀 在他的定義裡面 他不叫關鍵的原料 就是我在 因為很多人都會玩文字遊戲 另外一個非常奇怪 這個等一下要請教賓哥幫我們事宜 他說美國來測試我們的橫山指揮所 發現了有一個弱點 國防部說我對細節 我沒有辦法評論 聽起來好像是真的覺得這個有問題 那我們這麼多年來 沒有討論過橫山指揮所 有什麼樣的弱點 意思還是說他只有一個討口 沒有第二個討生口 但是他有很多細節 我們也不是很清楚 就搞不清楚美方到底 揪出了什麼大問題 然後現在美國確定在距台灣 不到200公里的 菲律賓的巴丹群島 要建造一個港口 這樣子未來打仗 我們台灣會不會更加有保障 美軍離我們更加的近 國防部說這個相關的細節 沒有辦法評論 一個一個問題請教賓哥 首先大陸山這個東西 對 其實按照過去的慣例 應該是要要求Google那邊 幫他馬賽克 因為這個不要給一般民眾看到 可是其實也沒有什麼 好太擔心的 因為老共的衛星 天天經過你上框 他早就看了一清二楚 所以你也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 你在哪裡他都知道 至於說我們用這個過濾酸安 是大陸做的 其實已經發生不止一次 之前就有發生過 因為你要知道 尤其是惡物戰爭 就是爆發之後 全世界都在管制這一些 這一些敏感的原物料 那價錢都漲很高 漲很高的話 我們國內要取得這些 就不是這麼容易 然後就 你在招傷的時候就變得很麻煩 就之前就有一家公司 得標了之後 交出來的東西 是大陸那邊轉過來的貨 然後結果就被 就發現你沒有檢體制 對 然後結果就要求他改善 補償的時候 結果他就直接倒閉給你看 他就直接倒了 所以這個東西很麻煩 我認為這種作戰的關鍵的 原物料 當然我們自己要想辦法 掌握來源 而且真的是 這個真的是不能從大陸那邊來 你要跟他作戰 原物料都從那邊來 人家不給你就再見了 不就這樣 所以這個當然要去想辦法 但是我覺得中科院的 講法很好笑 他說過濾酸安不是關鍵原料 你可以不用嗎 那你就不要用 不是關鍵你找其他替代 你不行 如果他不關鍵的話 你為什麼要找輔導國內廠商生產 表示他還是很關鍵 所以不需要去玩這種文字遊戲 是沒意義的 至於說橫山指揮所 老實講一個國家的 最高的作戰指揮中心 本來就要與時俱進 尤其現在的很多 新式的武器出來 這個是蔣介石的時代弄的 你想想看 那個時候的武器跟現在的武器 天差地遠 以前的炮彈打不穿的 飛彈打不穿 現在搞不好就打穿了 然後你以前可以逃生的 現在可能就不見得能逃生 美方來幫我們評估 其實是好事 我講實在話這是好事 那只是說 美國現在在巴丹那邊要弄港口 他對外表示說那是民營的 可是實際上那就是美軍在用 那問題是他用來是要幹什麼 其實我告訴你他兩件事 一個是在那個地方 剛好監視巴士海峽 這對他來講 在戰略上有他的意義 另外一個對菲律賓來說 那個是萬一台灣有事的時候 他們有一些美軍的人員 或是菲律賓的一些 比較高階的人員 要離開戰場的時候 從那邊回來 你以為是要從那邊增援你 真的不要把方向想反 不過今天早上一開始 又看到我們又有 這個美國的軍共要加碼 編1億美金給台灣 這個當軍事的援助 拜登總共7.26兆美元的總預算 現在被曝光被攤開了 大家看數字很驚人 過去的時候他編了多少 8000萬的美元 這個數字已經相當的驚人 這個援助叫做融資 看到融資兩個字 我就想說不禁冒冷汗 是不是我們要還 還是說不用錢 這個等賓哥幫我們解釋 如果是要還的 你還給我加碼 那我到底要不要高興 然後現在有一個新聞講 說美日擴大軍艦的維修合作 但同時間我們看到有一篇說 美國現在急著要找日本 跟韓國要協助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造軍艦的能力 實在太強了 不管品質跟速度 實在是沒有辦法趕上 像下小子一樣 一個一個一個下下去 那有人統計說 大陸造船的能力 每一年有2320萬噸 那美國造船的能力 不到10萬噸 一整年沒有辦法 這個比較抗衡 所以拉日韓 但拉日韓會有用嗎 會有實質有差別嗎 警教兵哥 美國再加1億 我們當然加1億 好像是在對我們示好 可是我一直很納悶的就是 台灣需要你做這樣的軍援嗎 我們花錢跟你買的武器 你都沒來 你還說你要援助我 這不是很奇怪 我們好像一直在付錢 然後東西都沒來 像感覺上是 我一直不斷掏錢給你 然後你嘴巴上一直說 我要援助你 我要援助你 然後結果錢你也收了 武器也沒來 請問一下到底在幹嘛 我真的不知道 玩這什麼鬼遊戲 我是講認真的 你有錢先給烏克蘭 你給人家 因為是你挑起的戰爭 你趕快去幫助他 但問題你現在錢一樣 沒給烏克蘭 還是他要跟他的選民講說 我還有很多單子生意可以做 我覺得他到台灣來 真的是與取與求 你看他每一次來一堆 就會叫我們買這個買那個 我們還不是都照單全收 這有什麼辦法 可是美國現在他自己整個船艦 包括維修 包括造船 真的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他的造船廠 全美國只剩下三家 就有這種軍事維修能力 所以他們的問題真的很大 他工人也都凋零了 所以美國這一次特別去看了 日韓的造船廠 但是他們的目的是希望日韓 直接到美國來投資造船廠 然後把他們熟練的技術工人 移到美國去 其實就像台積電一樣 去幫美國造船 目的是這樣 但是問題 順利嗎 可能嗎 第一個 沒有那麼快 第二個 日本跟韓國 在技術輸出這方面 現在還是極度歸毛 所以這個光要談 就不知道要談多久的時間 而且即使是如此 你要知道嗎 即使現在的日本 再加上韓國 再加上美國 這三個國家加起來的造船能力 大概連中國大陸一半都不到 所以這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美國當前的問題 這個估算已經錯誤 其實根據現在的估算 大陸的軍艦已經超過400艘 不是350艘 說美國估算共艦達350艘 然後賓哥的意思是說 其實已經到400艘以上 美國現在只有270多艘 所以這個差距是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講 是燃眉之急 美國現在才想到去 重新構建造船能力 恐怕在時間上是來不及 好 我們更多的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川普跟民進黨最討厭TikTok 不過現在風向變了 這個川普居然告訴大家說 我沒有那麼討厭TikTok 為什麼 因為他更討厭臉書 臉書如果這麼偉大的話 TikTok要跟他抗衡 因為臉書才是真正的全民公敵 小朋友多喜歡TikTok 沒有TikTok會發瘋 現在跟他一起變的 還包括了民進黨 民進黨過往都說TikTok很糟糕 甚至網路上有很多人傳 說你下載TikTok 你銀行照護的錢就會被提光 有傳出這些無謂無謂的說法 不過現在傳出來說 為了這一次發現 他們青年票大量流失 所以傳出綠營內部有人派到去哪 去TikTok為在新加坡的總部 要跟他們接觸 但我想說去總部是要幹嘛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就向柯文哲拍影片 吸引這些年輕人 你去找總部的用意到底是什麼 不過這個相關的這個 民進黨陣營還沒有出來 回應這件事情 因為他講綠營內部 這個比較寬闊一點 那民進黨不用抖音的 之前有討論說 主要是因為是戰國策的 這個傳播集團 甚至扯到了民眾黨的立委吳春成 不過他有出來反駁這個說法 包括戰國策都說 沒有 他們這個吳春成 已經持去了所有職務 轉讓了所有的持股 這部分 還有包括我看到賴清德 現在傳出來說 點名有四個部會 是他的絆腳石破口四騎士 這四個人都是個破口 唐鳳 王美花 王國財 跟已經離開了層級重 但是我覺得讓我驚訝的是 賴清德他們辦公司的人說 我們對這個世人沒有不滿意 賴清德沒有不滿意唐鳳 這到底怎麼回事 請教榮介 他如果沒有不滿意 林進先就不會出手 那為什麼現在要幫他講話 幫誰 幫唐鳳講話 這個因為整個唐鳳 他的仇恨值說實在沒有那麼高 你要看他掌控唐鳳手上有多少資料 他搞訴發布 你記得當時詐騙一大堆的時候 他說什麼 那個就是辦案的檢察官不是說要源頭管理嗎 我們做得怎麼搞的 檢察官 警察跟調查 大家一直去抓 調查詐的比較沒有 整個警方跟檢方檢警到處抓 抓了一大堆回來你又侵判 關也不關 那詐騙的人被騙得那麼多 唐鳳說什麼 是啊 他們如果有需要可以來找我 但是表示他可以從源頭管理你知道嗎 他不做 然後說檢警如果有需要可以來找他 這就是唐鳳 那你講到抖音 抖音的亞洲的總公司 總代理就是在新加坡 那我們台灣大概就是 沒有一級代理 台灣沒有一級代理 那他去到那個 因為抖音你像在台灣 像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你也下不了廣告 政治廣告他不收的 所以你民進黨去找 新加坡的總公司干什麼 你就是要施壓 而且你想要一些特別的 那如果這樣 因為我們有在抖音 我們都會關注 哪個帳號 那民進黨你不願意 來跟年輕人 透過這個平台來接觸 然後你到抖音 其實你是要叫抖音 TikTok就是什麼 這個是福建的那個榮言 這個一個 福建人 TikTok 所以叫TikTok 是這樣 TikTok 這就是他弄的字節跳動是這樣 所以叫TikTok 所以紅到美國 那在新加坡 那整個代理他有分三級到四級 所以這個你找新加坡的總公司 激勳頗測 激勳頗測 你是說想要從管理上動手 是啊 可以的 他也不如從內容上 因為你真正要影響選舉的 還是畢竟是內容上 我覺得民進黨不要倒果為因 賓哥要請教一件事情 因為川普剛剛講到抖音變了 現在連比特幣他的態度也變了 他過往對他不以為然 但是他現在就說宣布 他如果當選總統不會打擊比特幣 大家也在討論說 這話題衝出來本來之前跌到6萬 變成衝到7萬2千塊的美金 嚇死人 高得不得了 不過現在甚至在討論說 會不會衝到35萬美元 為什麼 因為他需求很大 還有包括他比特幣的ETF 相關交易數字很驚人 那台灣這幾天 已經封了好幾個禮拜 我們這個00 940相關的 有三檔最新的ETF 那他特別熱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網路上的搜尋 超過兩萬筆 第四名 第五名 全部都是在講00 940 怎麼申購 怎麼買 甚至還有當機 那下午還傳出來說 三小時有四萬張單 很驚人 那有一個人說 如果一張一千股只要一萬塊 那我就拿一千萬出來買 砸了一千萬 甚至有人把房屋抵押 投入三百萬 等於說買了三百張 可是很多人都知道 這個股票千萬不要用抵押的 也不要借錢去玩股票 不能風險非常非常高 然後特色就是高息 而且越越配 當然有人不喜歡越越配 因為你要每個月付一個手續費 然後轉帳的費用 10元發行的話 這個感覺好入門門檻比較低一點 未來感覺至少十五十六 漲上去 或者是現在二三十也不得了 但有專家還是講 往下跳也是有機會 大家風險自己要負責任 傳出來現在累積 已經五百五十億元的資金 也有人講說搞不好已經破了 六百億元的資金 有人講說他再怎麼衝也是幫 00919來坐等抬礁 為什麼 從他的相關的這些投資的 大部分七成 聯發科 偽創 都來自這些電子公司比較多 但是大概兩三成左右 是非電子的 他的投資的一個佈局 還有一個重點是他操盤手 聽說是戰績非常好 用這個兩大保證來吸引大家 但有一些專家說 他沒有把配息的日子 擺在第一位以及這個指數太新了 還沒有驗證過 往下跳的機會也是有 所以投資理賠自己要睜大眼睛 請教兵哥 我覺得川普你可以討厭他 你可以不喜歡他 但是這個人絕對是一個非常精明的人 你看剛剛TikTok 他馬上他以前也不支持 現在突然之間支持了 為什麼很簡單 因為他知道現在年輕人都支持 網紅都支持 不要跟年輕人對唱反調 他就在爭取這些選票 你看連拜登自己最近不一樣 也在TikTok開帳號 就是這樣 大家都在搶這個票 就是這麼簡單 比特幣他為什麼突然也支持 因為他可能川普跟很多工商業界的人 都非常熟悉 很多工商業界的人 現在正在利用比特幣 來做一些金流 他當然這些人是他的金主 他怎麼能不支持 你也可以看到另外好笑的現象就是 拜登才是現任總統 川普只是要候選人 可是他講一句話比特幣暴聲 這代表什麼意思 大家看好他 大家顯然看好川普當選的機會比較大 不然的話不會做這樣的一個反應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市場很有趣的現象 那至於這些ETF的東西 ETF其實在台灣一直都很熱 從推出來一直都很熱 可是最近這一陣子 是大家有點買到瘋了 說真的整個都投資下去 我也不瞞你說我也有點想買 可是問題是現在弄成這樣 我變成不敢買 因為很多人都講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很多這些很會理財的就說很保守 因為這個東西不是沒有風險 我一直很怕我買下去 我剛好就是最後買那個 然後就算我倒楣 所以我覺得這個風險其實是 還是有的 並不是完全都沒有的 因為ETF本來他的精神 應該是要你存股 而不是做這種風險性的投資 不是短坡的投資 對 大家要想清楚 所以自己還是要看清楚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中國大陸有個飲品大飲料 叫做這個農夫山泉 非常非常的有名 結果他突然沿上了 他推出了這個四款的飲料 都是來自日本的飲品 然後網友就說 你上面都是昧日的這一些招牌 包括他畫的這個塔 他就是來自淺草寺的五重塔 那你這花的圖案根本就是靖國神社 還有包括你居然用了 日本傳統的魚棋 鯉魚棋 你全部都昧日 連茶雞這個字樣 他說你就是來自這個神社 外面的這一些元素 可是這個飲料本來他賣的 就是日本的茶 現在到處都有很多 說要把他們買來不喝 把他倒掉要羞辱他 然後誰喝就罵他 說你昧日 但是現在傳出來 除了農夫山泉之外 跟他有這個競爭關係的 哇哈哈的 他們也被人家揪出來說 他這個Logo上面 居然有一個象徵日本國旗 這真的是早茶 現在有人傳出來說 他因為沿上之後 市值蒸發千億的台幣 很驚人 我們的律師說 日本很多東西都是 談潮傳過去的 還有包括比亞迪的董事長 王川芙 他的小孩都在美國籍 跟這個農夫山泉的小孩 也一樣都是美國籍 說這個不只昧日 還甜美 那王毅的外長記者會 那麼長的記者會沒有點到日本媒體 外交部來解釋說 因為時間有限 不是故意忽略他們 那現在兩岸閉幕的這個習近平 弱化了總理 那國外的媒體評論說 再也沒有第二號的人物 另外一個 有這個詐騙集團 打電話給誰 打給民眾 結果那民眾剛好是一個網紅 他養了一隻網紅 羊駝 結果他就用這個 嗯嗯 羊駝來幫他回答 來看一下這段 哇 這個羊駝比唐鳳 還厲害 請教林介兄 這個水草唐草 日本就不斷派遣使團來 所以當時那個曹衡 就是日本的 阿伯奈卡瑪瑞就是阿伯仲瑪 他到唐朝做到了做官做到光露大夫 那他就是十九歲來五十三年 他跟李白跟王偉都很好 後來李白要送他回去 經過半年沒有收到信 像說可能死了 所以李白就為他寫了一首 哭槽親狠 就是說 所以李白為了這個日本這個 結果他沒死了 他回到日本 因為他少年中國的問候 所以農夫三全都是中國元素 不是日本的 你看看那個找稻田大學的創辦人 這他寫的李 這是他做的 然後你再看看東京大學 東京大學你要看 東京大學考試是考文言文 我們現在就是文言文都沒他 就是他拿我們的東西去 然後我們再拿來用 他就花樣光大 他總變日本的 就變成這樣 所以包括他的神社建築什麼 你再看看唐朝的風格 所以有時候在文化上 大家能夠相容 那這個都是 其實是學對方的長處 這我們也一樣 臺灣要不斷成長 你不要去中國話 這個也去 那個也去 為什麼我說賀樂圍 賀樂圍 我說的是真正中元 高音 漢文台語 所以有時候你不要 就是見樹不見林 有很多朋友也在說 台灣你說什麼 我說我說 你們要去中國話 我說這 我這就是真正中元的文化 真正中元的文化流傳下來 所以對這個所謂的農夫三選 你如果他們的發言人 應該像我們今天講這樣 那是日本二義的 不是不是他學日本 大陸現在也有很多人 因為為什麼你到南京去看看 你在南京走三天 看不到一件Toyota 為什麼 仇日 就是因為那邊發生了大屠殺 那個真的南京人 一個非常痛苦的記憶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沒有想到到現在東京的臭蟲 越來越嚴重 前陣子有講過 但是如果你最近要到日本去 要格外的注意 為什麼 接下來四月賞英潮 再來就是五月了 那根據他們現在官方的判斷 很可能五月會大爆發 如果你接下來四月規劃 要到日本東京去 這要特別注意一下 他們連電車這個座位上面 都發現說有大量的臭蟲出現 民眾拍上去PO照 非常非常驚訝 說太可怕了 因為咬上去可以看到一點點的紅紅的 有些人會覺得很不舒服 那更妙的是有人做了一個地圖 是標示如果是清潔的話 就會把它標示為黃色 可是一單開才三間 是所有的飯店都全部都中招了嗎 那包括說有些哪些飯店很便宜 包括這些地方 然後有人講說被咬過養了兩個禮拜 他說如果入侵到家裡面 基本上趕不走 把家燒掉了可能比較快 這是網友一個開玩笑 也是非常無奈的一個說法 那有台大教授說 你直接就把衣服洗一洗 那有人說你慎選住的地方 可是如果是這樣都是的話 也大概很難選 換洗衣服用塑膠袋把它包 收起來回到家裡面 用吹風機把它吹熱 那也有人講湊蟲一直在臺灣 有錢人家既然是溫船之一 那去日本要注意什麼 要請教明哥 其實這一波湊蟲潮 是從去年就開始 英國 法國 韓國 現在一路燒到日本來 那現在全世界都為這個苦惱 因為這個東西雖然很小 但你要弄死他很難 而且因為他小 所以你不容易看見他 那再加上大部分人 都是去外面旅遊 那旅遊的時候 你總不可能先把房間 再重新殺蟲一遍 你再進去吧 你自己先被悶死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麻煩的事情 所以唯一對付他的方法 就是盡量保持清潔 就只能這樣子而已 那旅館 飯店這邊 自己也要想辦法去保持清潔 這個東西真的很難對付 其實臺灣以前一大堆 我小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大堆 那後來到了1960年代 70年代之後 臺灣因為一個現象減少 因為臺灣當時大量使用DDT 真的 龍界線還有印象 造成環境很嚴重的污染 對 我們環境非常嚴重 所以就沒有善餘 對啊 所以就是因為這樣子 臭蟲死了 那很多其他生物也跟著死 那到了1990年代以後 臺灣觀光業興起之後 就是這些國外來的旅客 或是從外國來的移工 又把臭蟲都帶回來了 所以臺灣現在又開始多了 現在預計臺灣今年5月 可能也會跟日本一樣 跟著一起 對 也會 因為這個叫溫代秀蟲 溫代秀蟲到了天氣日熱的時候 它就會比較繁殖期 就會比較興盛 就需要